《民族阵线的成员,29岁的盧日生》 他在荃灣公下的TATP炸彈 案件中,法官陳慶偉在判詞中也有說 葉繼歡只是求財 但被告的意圖就是顛覆政府 宣揚港獨罪責和葉繼歡一樣 葉繼歡究竟他做了些什麼呢? 他的下場又是怎樣呢? 葉繼歡是1961年出生 17歲其實偷渡來到香港 見到香港這個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 當然很想發達 剛巧認識了一群偏門的人 走上賊佬的途徑 1984年他連環搶業了尖沙咀的景福金行 和中環置地廣場的迪生標行 雖然沒有當場被捕 警方也很聰明 他用買賊妝的途徑入手 假扮買家去跟賊人交易 結果就制伏了這個大賊 很多人神化了 叫他賊王 說到他好像很為兄弟 很有義氣 但其實他一開始 就已經想著保住自己 就要督灰自己的兄弟 提出說 威我可以做這個突赦證人 減一下影 葉繼歡他在赤柱服刑期間 就說我肚痛啊不舒服 就騙了去瑪麗醫院做檢查 威脅那兩個懲教人員 逃離了病房 逃獄之後就潛逃回內地 1991年6月9日 葉繼歡連同五個同黨 又回來了 打劫官堂麥華街五間金舖 鬧市之中 開槍的數目是52槍 顯示這個賊人實在 其實都很暴奏人命 不太理會旁邊的人的死活 那刷車就駛到新清水灣道那陣 前面的的士因為走得太慢了 刷人就向著的士開了一槍 1993年1月6日 去了彌敦道的謝瑞麟金行那裡 去打劫 刷人和警察就駁火 有一個懷孕的女護士 就中了榴彈 就過了身 那附近的市民就用一些攝錄機 拍低了打劫開槍的場面 其實當時就震撼了全港 1996年5月12日 三個當夜間的警員 走到西陵街的公共鏈房的附近 就突然間看到前面 有六七個拿著一些很重的袋子 這個標形大汗 今天沙子說 我要查一查你 葉繼歡繼續跑 葉繼歡就停一停 另前面又立槍 撞車的警長看到他 嘩你找槍對著我 電光火石之間 這個車長也向葉繼歡開了一槍 他當時就當場認勝倒下 一代的賊王就終於落網了 1997年葉繼歡被判 判監了30年 加上1989年月獄前 未復原的刑期 總共有41年03個月 後來葉繼歡在獄中信了基督教 在坐牢之中有五頁子的親筆書信 分享他成為賊王 以及在獄中歸主的一些經歷 我雖然有做過壞事 但我從來都沒有殺過人 這個可以相確的 剛才有說過有個護士 還要是戴緊號 他就流彈 關自己的事 很多時候都是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做案的時候 槍槍都是想置人於死地的 據一些懲教朋友說 對他在獄中的長期接觸 其實葉繼歡並不是真正想悔改的人 其實他是一個很現實的人 他想獲取最大的好處 他的態度 好像全世界欠了他 一級懲教助理 谷某 他就幫葉繼歡 在清洗他的傷口 他打算幫葉繼歡 包紮傷口的時候 葉繼歡突然之間 不腥不腥的 拿到一個落寸牆的原子巴 一下子插在頸上 左頸完全擦傷 就流血了 你看到他都沒有怎麼變 在2017年4月19日 在瑪麗醫院的肌流病房 那裡就過世了 當時在他的寧堂上面寫著 號氣長傳這四個字 他其實這一生做過什麼呢 值不值得這四個字 或者值不值得賊王 其實他是一個漢匪 就是好像19年那樣 有些人放火 你根本就是暴徒 然後又有什麼火魔法師 是啊 說得很威風 根本就是暴徒 逃犯 又說自己被人政治迫害 對 我覺得給我們看到 很多東西好像冥冥中有主宰 你做了壞事 你最後都要結帳 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都要改變 我想我們開始改變我們的稱號 不要叫他賊王 他是頭號通緝犯 他是頭號通緝犯